全国语文竞赛今年受教育部托付 由南投县政府所承办 竞赛项目共包含演说、朗读、自音自行等 吸引全国各县市选手踊跃参与 而此次南投县共赢得40项特优 创造历史最亮丽的成绩 南投县政府今年承办教育部的全国语文竞赛 这项竞赛包含着演说、朗读、自音自行、书法、以及写作等等 那这些项目的话也代表说一个县市 他们在语文教育方面所累积的能量跟成效 去年南投县在全国语文竞赛是获得23面特优 那今年的话一共达到了40面的特优 据统计也是南投县县史上头最好的一次成绩 那我们也在此谢谢所有教练选手 他们所付出的努力 县语员内学表示 此次全国语文竞赛由南投县所承办 看到许多来自各个县市的好手来参与 也能够让参赛选手能够透过竞赛来学习 我们的全国国语文竞赛 我想看到来自全国各地 我们的这些竞赛高手一起来参与 语言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 连结很关键的一个沟通表达方式 那透过语言的一个比赛呢 也让我们见证多元族群无话融合的一环 同时也让我们的比赛者呢 能够透过语言的一个扎根跟学习 让我们的民主文化素养 以及语言的一个素养能够更完善 所以厌学长期关注我们的教育 发现说很多人透过语言 可以让我们的学习力更增强 我们鼓励未来有更多喜好的这些好朋友呢 能够透过语言竞赛来巴掘自己的一个优势 或是自己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强项 厌议员简俊廷表示 南投县为26年以来首次举办全国语文竞赛 而本县此次也荣获40项特优 创造历史最亮丽的成绩 也希望借由竞赛能够大幅提升南投县学子的语文能力 南投县是26年以来首次举办语文竞赛的这个活动 而且本县的这个学生成绩也相当亮丽 获得了40项的这个优等 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我们除了感谢学校校长老师及竞赛选手的用心及努力 更希望说借由这一次竞赛的举办 你能够大幅提升南投县的这个语文 学生的语文能力 此次全国语文竞赛 本县也赢得40项特优 创造亮丽成绩 先议员内衍学简俊廷 也感谢南投县所有校长老师及学子的贡献 并期许 透过竞赛提升本县语文能力 记者全民俊草屯采访报导